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得潇洒和自已的女人 你只看到她人前光鲜亮丽的生活 而忽略了她在人后所做的努力 那些女人活得高级不是没有理由的 两个人从相知相遇走到相爱相守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一时的激情和新鲜感 让两个人开始一段感情 但是激情消退之后 感情未必还在 那些能够陪伴彼此走过风风雨雨 互相安慰的夫妻 大多都是过着细水长流的日子 而要得到这样温馨又浪漫的生活 是需要付出很大精力的 没有一点手段可不行 婚姻就像是一锅温水 如果你觉得太平淡了 那婚姻肯定不尽人意 但如果你就喜欢这样的简单和快乐 那婚姻肯定也能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 当年过四时 当初的激情澎湃和信誓旦旦 都慢慢消退之后 能够维系感情的 只能是靠心底的那一份依赖和责任感 这个时候 女人还想着被男人捧在手心里 听男人的甜言蜜语 那就必须拥有一种能力 让人舒服的能力 事实上 与人相处 舒服不累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们都不喜欢与说话 咄咄逼人的人相处 更不喜欢与坐视不留余地的人身交 更何况是成为朝夕相处的枕边人 之前和几位男性朋友聊过 他们说 人生已经够累了 回家就想舒舒服服的 在他们看来 家就意味着温馨 意味着轻松 意味着舒服 如果有一个女人 能够带来这种感觉 毫无疑问 他们绝不会错过 其实 如果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 身边那些 过了四十岁 依然被男人宠爱珍惜的女人 她们身上 大多有着让人舒服的能力 一 温柔体贴的女人 让男人觉得轻松 很多女人以为 男人都想找一个 有个性的女人 就像是电影 《我的野蛮女友》里 全志贤饰演的那个角色 野蛮又霸道 有趣又新鲜 但其实 男人想找的是一个 对外有个性 对内没脾气 温柔体贴的女人 特别是当婚姻 进入到下半场之后 平淡温馨的生活 才是他们想要的 男人到了中年的时候 愿望大多是从星辰大海 变成了 老婆还在热炕头 回到家里就有香喷喷的饭菜 有人找衣服 有人放热水 男人也渴望被照顾 被在意 如果满足了男人的需求 女人才能反过来 被男人宠爱 年过四十 没有了那么多的年轻气盛 更多的是想要 实打实的温暖和在意 所以女人不能一直 要求男人付出 而自己心安理得的享受 温柔体贴的女人 能够让男人感受到 婚姻的美好 和女人的始终如一 而当男人在婚姻里 感受到了被在意 被温暖 他就会反过来 把女人捧在手 心宠爱 二 在外给男人面子 不会让他觉得难堪 很多女人有非常强烈的控制欲 因为一件事不如意 就不管不顾地爆发了 不满意男人抽烟喝酒 和朋友玩到深夜 不满意男人没接自己的电话 不回自己的微信 不满意男人和异性朋友的距离 可能气不打一处来 就当场发作了 但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最伤夫妻感情的 当着外人的面数落男人 男人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 而且还觉得你不理解他 让他丢脸 男人对面子的在意 就相当于女人对外表的在意 没有哪个男人 能够忍受女人不分场合的指责 和谩骂 关心男人是对的 害怕男人经常喝酒 对身体不好 男人不回消息 你会担心 男人和异性关系亲密 你会吃醋 但是你同样也要注意方法 在朋友面前发作 就是在打男人的脸 肯定是不行的 不如温声细语叫男人回家 到了家之后 好好和他讲道理 将你内心的顾虑都说出来 聪明的女人 在外会给足男人面子 有什么不满和委屈 回了家再说 三 管得不宽 让男人觉得自由 很多男人都是不想被管着的 特别是被老婆管着 其实经营婚姻就像是放风筝 只要紧紧地抓住手里的线 海阔天空 你就任男人飞吧 你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管 会让男人感到失去自由 进而产生逆反心理 其余男人应有的自由 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夫妻关系才能更加和谐 女人在男人面前千万不要太强势了 毕竟每个男人都渴望是被照顾 而不是被管教 有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 男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 不必将他约束得那么紧 其实男人对婚姻和家庭的要求很简单 在感受到女人关怀的情况下 还能得到该有的自由 男人所要的也就只有这么多罢了 婚姻是要两个人经营的 一方管得太紧的话 对方会想要逃离的 尤其是过了四十岁 人生已经快要过半 如果男人还是觉得自己得不到自由 那他一定会迫不及待地逃离 事实上 张持有度才是经营婚姻的最好方法 而那些被男人宠爱的女人 大多都是如此的 经营婚姻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快到下半程的婚姻更是如此 如果夫妻和睦 那就能够继续走下去 白头到老 这辈子都不分离 但是夫妻之间充满了争吵 整个家都弥漫着火药味 家庭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那肯定是走不远的 女人想要被宠爱 就一定要有所付出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要知道 没有一个男人会疼爱一个无理取闹 还不关心自己的女人 年过四十 女人要学会怎么让男人舒服 在不经意间 牢牢地抓住男人的心 说到底 只有男人在家里 感觉到舒服和轻松了 他才会牵挂家庭 牵挂家里的女人 如果你总是那么咄咄逼人 让男人觉得压抑 觉得没有自由 觉得没有面子 他连家都不愿意回去 又怎么可能把你捧在手心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小油私信交流 期待与你相遇 感谢观看